今天来看看中国领事馆有没有开门 因为我想办公正的事宜 在美国的话呢 中国领事馆一共有五个 一个是在芝加哥 一个在洛杉矶 一个在斯坦巴西斯科 还有在休斯顿和纽约 那我们今天带大家参观的 就是在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 可惜啊 在疫情之下 领事馆并没有开门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领事馆建的就非常的有中国特色 一看呢 就是向政府部门装严树木 总比这个中国大使馆 这个看起来有中国特色吧 这领事馆没开门 门口有这么一大堆人在排队 我不仅感到好奇 这些人都是排队来干啥的 走近一看 哎呦喂 还有行为艺术 牛逼了 作为行为艺术 你搞在中国大使馆门口 你看我不知道城管哥哥 把你们通通给灭了 又这监牢羞的还挺逼真的 只是好奇了 这个什么王炳章是何方神圣呀 听都没听说过 这些人还这么来为他抗议 都是领工资的吧 疫情这么严重 一天五万五万 撑撑往上涨 你真的是拿生命在赚钱呀 你们这些搞行为艺术的人 也真是都不容易呀 我都没有他以为我 学类的 你这些人 已经 拒惑了